12月10日,娱乐圈又一位歌唱家因癌症去世。 享年只有61岁。 她就是瑞典国宝级乐队Roxet女主唱Marie Fredrickson。 说起Marie Fredrickson,大家可能很熟悉了。 她的很多歌曲都非常有名。 很多人喜欢听摇滚就是从认识Marie开始。 她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当然很多人认识她更多的是因为王丽川。 因为她曾经演唱的《Milk and Toast and Honey》就是遇见王丽川中的插曲。 一首很轻快的歌。 剧中这首歌播放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在丽川和小秋出差去温州的时候。 小秋躲在衣柜里面那段。 在今年6月份时遇见王丽川官维,就这个歌曲还让网友猜测是出现在哪里。 珍爱粉也很快就回答出来。 其实这首歌不单单是一首插曲。 这个乐队也是高以翔最喜欢的乐队。 也是高以翔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官维也曾经get了这个点。 很多粉丝都知道高以翔很喜欢这种轻松热闹的流行歌曲。 在高以翔去世后, 粉丝们还专门去听的这首歌。 反复听了很多遍。 只是谁也没想到高以翔喜欢的歌手在他去世14天后也离世了。 遇见王丽川剧组真的很有毒。 高以翔离世后, 已经有两位与他有关的人相继去世了。 除了Marie外, 高以翔去世的第八天。 他曾出演的电影角色原型急着因病去世。 真不知道娱乐圈最近怎么了。 高以翔还未入土为安。 他身边悲伤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真的好难过。 高以翔还未走远。 急着可以陪着他一起打篮球了。 Marie还可以继续给高以翔唱歌听了。 或许他们并不孤单。 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吧。 高以翔的离世牵动了无数人内心。 其实他在世时并不怎么火。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只保留在表面的帅。 打篮球好。 但在离世后的这十几天中。 陆陆续续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他是什么样的。 在这么个娱乐圈中。 竟然找不到他的黑料。 这是多么干净无瑕疵的一个人。 好的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身边人都在夸赞他。 至亲们在灵堂中也是数着他的好。 全都是温暖的画面。 也因此在他离世后。 很多人为他讨要说法。 一次次刷话题质问节目组。 真就是因为他太好了。 无关的人才会对他的离世那么上心。 距离高以翔的告别仪式还有四天。 很多亲友已经前往灵堂道宴了他。 粉丝们也送去了暖心的签纸贺。 大家都希望能够好好送他最后一程。 让他的父母内心能够安慰一些。 看着两位老人这十几天的憔悴样还假装坚强。 看他一家人如此有素质。 有修养的回应媒体。 总会忍不住泪奔。 对他们打击太大了。 看到有那么多人爱你。 高高你一定会很安详的高飞吧。 真心希望2019年剩下的20天不要再有悲剧发生了。 祈祷都平安。 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